人大委員長張德綱三天的看聽港行程結束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代為總結 說委員長清楚表達了中央的訊息 不論是行程不會安排家訪 以及主打的月事顧鄉明來回應本土思想和港獨 以及與泛民見面的來龍去脈 正程早為大家預告過 話雖如此,大家還要繼續收看正程 張德綱這次行程除了有公開講話外 更多場合是閉門會見 鏡頭後有甚麼異動,我們當然會為大家收封 張德綱這次訪講,最觸目的可以說是歷史性與泛民代表 近距來回面交談 出席的代表其實都交代了不少 不過還有一些細節可以和大家分享 泛民代表其中一個訴求是撤換特首 有議會者透露,張德綱的發言本來沒有回應 最終開金口全靠行會成員鄭耀堂 鄭耀堂發言時反駁,說梁振英依法選出來 亦經中央任命,不能說換就換 張德綱聽了之後就說認同 又補充香港應該維護法治才對 議會者都形容會面氣氛良好 張德綱的態度勇與溫和 不過我們就聽聞,嘉賓之間就有不少火花 劉慧卿申訴過後,同場的鄭耀堂插嘴 說劉慧卿的意見只是代表一小撮人 會面期間不只是賭糧的聲音 各級議會當中還有兩名區議會代表 分別就是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斌 和西貢區議會主席吳士福 他們就唱商網讚揚梁振英是做事的人 向區議會發放一億元是好事 只是被立法會拉布拖延了撥款 2005年張德綱做廣東省委書記接見議員時 一聽到六四就反駁話不投機半句多 有出席過兩次會面的人就說 張德綱的態度有大轉變 EQ似乎都高了不少 但亦都有人提醒 除了今次反覆強調的港獨之外 其實支聯會和六四亦都超越了中央底線 今次的走會其實都沒有涉及到這些議題 張德綱當然不會關上對話之門 至於面對批評的梁振英 是否像泛民所說顯得很緊張呢 有議會人士就說泛民誇張了些 畢竟梁振英亦是EQ高的人 只要場合有需要 撤出招牌笑容 對她來說根本沒有難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